好 今天的乾爹是YOXI 那就是和泰推出的乘車派遣服務 我真的很喜歡他們 我自己其實平常就會在用他們 真的嗎 其實我現在才發現 所以是計程車頭上有個YOXI 就是和泰的車 你知道為什麼是YO嗎 就TOYOTA的YO啊 你現在才發現喔 原來是這樣 所以YOXI的車子都是TOYOTA 而且大部分車子都超新的 很棒 而且剛剛是真心的 真心不知道 而且YOXI他是去年開始做自己的派遣服務 所以他們成長速度其實很快啊 什麼雙北桃園 台中高雄 其實現在都叫到車 路上也很常看到他們的車 而且他們的APP超好用 他們有一個特色我超級喜歡 就是他們字的很大 這聽起來真的很老人 可是it makes a huge difference 因為很清楚 顏色又簡單很好用 沒有 其實就是喝醉的時候 就是我要叫車都不會按不到 而且它裡面有一個超酷的功能 我很喜歡喔 就是你可以去那個喜好設定有沒有 那你可以選說 不要放音樂跟不要交談 所以司機上大哥開過來的時候 裡面就不會有奇怪的電台 或者是他一直跟你聊天 我真的 You know 我真的不是很喜歡尬聊耶 可是現在司機大部分都不太會跟你聊天了吧 你是不是很久沒有出台北市坐計程車 那些司機超愛聊天 還有聊政治 所以你在哪裡遇到的你跟我講 新竹跟桃園都會遇到啊 哇 我自己其實蠻喜歡跟計程司機聊天 反正如果他們講跟我不一樣的觀點 我就是拿來當作喜劇素材來收集 我覺得就走出同溫層 你們不要回來自己舒適圈 他們不會認出你是誰吧 他們不會 可是我都已經花錢叫車了 就是要休息啊 不然我為什麼不去擠公車就好了 對啊 好充采喔 這樣說的也對啦 不過該怎麼說呢 Yoksi就是我的新歡啦 我真的超愛他們的 好啦 重點是現在Yoksi有週年慶的活動號 即日起到12月30號 只要你叫車就有機會抽中iPhone 13 What? iPhone 13 燙燙都可抽 還有超高額的搭車金 而且呢 現在你只要來挑戰你推薦好友註冊Yoksi 註冊滿200人就會送你Apple Watch S7不用操 欸 這乾爹真的很大膽耶 他知道我們有多少聽眾嗎 只要我們有一半的聽眾用我們的推薦碼 他就要送出超過1000支Apple Watch 哇 超多 乾爹不用怕 It's a joke 哎呦 不要怕 不要怕 他們沒那麼聽話啦 還是我們聽眾沒這麼多 很多 很多啦 Anyway 大家直接輸入百靈果專屬折扣碼 I Believe 其實就有5張30元的搭車金喔 - Welcome to the KK show This is Ken - 我是凱莉 今天很開心 邀請到FREDIY LAM的節目 YA 學一下 我真的沒辦法 你給我死了 憲哥凱莉你們好 我是FREDIY 我用正常的聲音 剛剛FREDIY就自己走進來耶 對 我以為會一大票人喔 對啊 你這樣陣仗比吳怡農還少耶 我平常都 就這一個問題算是我參加所有的活動都會有人 都會有這樣的反應啦 就是說 欸 奇怪 你助理咧 對 你一個人耶 我通常覺得比較輕鬆的 我覺得自己 我覺得今天感覺是輕鬆的場合 還是說我反正我比我的保鏢們都還壯 也不是 也不是這樣子 但是如果說是那種就是感覺很嚴肅 然後會可能會比較多 會打架的 應該是媒體多的那種的 對 媒體多的比較嚴肅的 那我就會去 比如說去環南市場的時候 去環南市場的話 應該我自己 去環南市場的話應該我自己去也可以啦 OK 還好 你都提到環南市場了 我們就環南市場開始吧 因為我們其實在那個疫情期間 就是在前幾個月 然後大家就是比較緊張的時候 那時候台北市都很多疫情的問題嘛 然後那時候環南市場我們就看到你過去 那結果就突然出事了 就有個新聞事件 對 What happened 你還好發生什麼事了 還好吧 不過這個事情其實在媒體上我也說明了蠻多次 就是我們從五月多開始那幾個禮拜 就是爆發那幾個禮拜 我們收到各式各樣的陳情一直在處理 其中有一塊當然就是關於市場 市場就是從北農到環南 乃至於其他的市場有的一些這個確診的狀況 所以我們其實也接到了蠻多陳情一直在處理 所以其實壓力一直都在 就是說我們也知道說環南已經連續有很多的案例不斷在發生 只是外界不知道 那所以那雖然如此 那第一線在跟這個市府會有一些 應該說不管說去質詢市府啦 或是說會跟市府有一些溝通的還是市議員嘛 不會是立委 所以通常我們知道一些狀態 我們還是都會找議員協助 例如說伍佩義啦林亮君啦等等這些議員 那這些議員去處理的時候他們往往在第一線 他們反應也蠻火大的 就是有發現說要怎麼有一些 有一些跟他們認知的狀況不太一樣 那時候在處理的方法 那我因為還隔一層 因為我是立委 我不會跟市府直接有什麼聯合 所以我都往往其實這幾個議員都知道 就是說在那幾個嚴峻比較 疫情比較嚴峻的時候 我都跟他們講說 不要吵架 現在這個時候沒有人想看到政治人物在吵架 對不好看 對你如果跟這個 這句話是你講出來的 所以你就知道那個時候多有趣 就是那個過程 就是我會 例如說我們處理了一個快篩的那個系統 大家應該還有印象就是剝皮療 乃至於這個和平醫院的快篩站設立的時候 其實外面打牌藏龍對不對 然後就是我們那時候就叫大家不要群聚 可是那個快篩的那些掛號系統 用是人工的 用手寫的 所以我就趕快找我自己新創圈的朋友說 我們趕快做一個免費的給這個快篩站用 那所以後來就有了這個網路掛號系統 你在家裡等到輪到你再去 不是在那邊聚集四五個小時嗎 類似像這樣的事情 但是那個時候在第一線 跟這個市府相關單位溝通的時候 議員們他們就有撞牆了好幾次就很生氣 我就說沒關係 我們好好的跟他們講一定可以 後來當然就陸陸續續的解決問題 我只是舉一個例子 那我當天在現場當然就是說 這個當天就是環南這個爆發了 五十幾個案例確診 我當然就是有點這個心情上面算是 壓力都很大 壓力到一個極限的狀態 然後在現場參加那個記者會的時候 其實又一時之間對這個事情 演變到這樣子其實是非常的不高興的 所以我當然就我自己也發了脾氣 發了脾氣以後當然就 對我發了脾氣以後 這個就發生了環南的新聞事件 會長就也對我發脾氣嘛 那媒體上面都有寫說 我的表情變了幾次這樣 其實那個時候很有趣 我那個時候的表情的變化 即便是口罩 折折都看得出來的原因就是 我也很想跟那個會長講說 我們是一起在處理現在遇到的棘手的問題 然後環南包括說 我們幫大家爭取到疫苗這些事情 你怎麼可以說我沒做事啊 但是第二另外有一個本來我在叫議員 不要跟人家吵架的那個林長佐 就在後面拉著這個林長佐說 你不要跟他吵架 你幹嘛跟他吵架 你撐住 你現在他罵你就全部都接受就對了 現在沒有人想看到有人在吵架這樣 所以你看我那時候表情的變化就是 一個天使跟惡魔的 對 就是你說我沒做事的時候 我就想說 你整天這麼在群組上面給我感謝 我爭取到疫苗 因為這個一般群民眾可能不了解 例如說大家可能說 北農都有打疫苗的 環南有疫苗哪是你爭取的 可是大家可能不知道北農是批發市場 它是農委會管理的 所以當北農有優先疫苗 因為他們爆發了以後 優先施打疫苗以後 環南這邊它是傳統市場 是歸經濟不管 所以他還沒有 所以那個時候環南就已經知道說 已經有好多案例的時候 還沒有疫苗來的時候 大家都很緊張 然後我就跟會長 還有跟在地的議員講說沒關係 我趕快跟指揮中心溝通 最後就爭取到了 然後他也有在群組上面感謝我 然後所以我那個時候 當然有一種很想 欸 火柱 你疫苗不對 都煮下去了 你現在還說我沒做事 我當然心裡有一種這樣的感受 但是我就有另外一個臨場所 就是撐住林隱茂 撐住林亮君 撐住吳美意 說不要跟師父吵架的那個臨場所 在後面把我拉住說 你想看看你剛剛那個 你剛剛那一個發脾氣 就已經是違反了你這一段時間的原則了 然後你現在還要再吵下去嗎 然後所以我就表情變 兩個臨場所在那邊撐住 後來我就是全吞這樣 就是覺得沒有關係 你以前的個性應該就是會很衝對不對 在重振以前 不只是我自己以前 連我們在地的一些萬華的朋友都說 你那些人都要跟他辯論跟他搶下去啊 我那一天結束了以後 除了議員們會傳訊息跟我講說 你怎麼發脾氣了 你不是叫我不要發脾氣嗎 你怎麼發脾氣 一堆議員傳給我 然後其他的在地的里長啦 不一樣的市場的這些會長啦 商圈的會長 反而是跟我講說 你應該現場跟他講清楚 因為我爭取傳統市場的疫苗 並不是只有環藍可以打 還有其他有危險的第一線 每天都要去工作 不能work from home的那一種人的 都可以先打 所以他們會說 你幫我們爭取我都知道啊 你那個時候怎麼不講 然後就說你應該跟他吵架 我就跟他說沒有 其實這個真的現在已經一起恨化 大家就比較可以想像 你想一下那個時候 其實不是只有這個環藍市場的 林勝東會長 他很緊張很辛苦很焦慮 我們每天收到那一對陳情的案件 就是他每天的生活 他每天就是在面對這樣的事情 我們還只是接電話 趕快處理聯絡 他每天要去那邊上班 然後所以我們被這樣子的 這個遇到這樣的狀況 然後有民眾來對我們抱怨發脾氣 只是那一天有被拍到而已 老實說我們差不多每天都要被抱怨 不只我們 我只要有在處理疫情案件的議員 里長沒有一天沒有被抱怨 那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不能因為說有媒體拍 所以把自己的那個耐性跟那個壓力 都乾脆都爆發了 沒有 所以不要做秀的意思 也不能這樣說 就是這樣 就應該說你如果那個時間爆發下去 你跟他在那邊跟他辯論 我覺得對自己的傷害也會更大 因為我理性的時候 我講的那一句話是真的 就是疫情這麼嚴重 沒有人想看到政治人物還在電視上面 其實真的是這樣子 因為大家都焦慮了 在家裡的都已經焦慮成那樣的 更何況每天在第一線的人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那你在那邊跟人家吵 像我剛才講說那些市場 或是說里長 他們講說你幫我們爭取疫苗 或說幫我們處理紓困的事情 你要趕快告訴大家 我就一直跟他們說 沒有我知道你很關心我 但是現在講這個 其實沒有人想聽 因為大家在那個疫情的狀況之下 其實過得很辛苦 我想這個不一定 不只是我 一定很多人work from home 然後還要帶小孩 那個壓力是 每天是24小時都很緊繃的對不對 然後還要看到政治人物 在電視上面講說自己做多少事 你最厲害 對 這個時候如果這樣子 我沒定做完蛋了 完蛋被罵爆 那個就直接罷免掉 變梗塗 真的啊對不對 一定啊 變梗塗 一定 就你那個時候出來跟大家講說 我又做了A做了B做了C要幹嘛 所以我都跟那些支持的群眾講說 沒有啦 我們現在就是吞 就跟 我跟里長講說 就像你 今天被誰罵 那個里長差不多每天都被人家罵 他做很多的事 他去趕快調度酒精啦 處理物資啦 然後包括被隔離的人沒有便當怎麼辦 他也去送啦 然後被送去醫院的他的 包括他的3C的那一些充電器沒有帶去 他也是他去送 然後 然後 還因為這樣跟人家的家屬吵架 家屬罵他說不夠認真 然後這個又不是里長的事 所以我就跟里長說 你這個時候你敢有跟他吵架 你也沒有啦 你現在叫我出來跟他吵架做什麼 叫別人吵架那比較簡單 我說 我說你替我感到這個委屈 但是你自己的 遇到這個狀況 你也知道說每一個人都很緊張的 也不是 所以說你希望趕快幫我 協助我處理好這個新聞事件 可是你射身處地來想 你自己每天吵架這些問題 你敢有去跟你那邊吵架嗎 也沒有嘛 所以我就說現在只有一件事 就是把疫情趕快度過 我們一起度過這個疫情難關 之後我們再來怎麼去 這個好好的讓民眾知道說 我們做了哪些事就好了 那現在有沒有真的好很多 因為現在疫情算比較和緩 對對對 其實如果以現在的感覺 其實不用到現在 就是我剛剛講的那個狀態 老實說 我到了進入紓困的那個狀況的時候 到8月多的時候 其實我走在我們自己選區裡面 中中萬華走來走去 就一直被加油 就是一直不斷的被灌棄 然後我自己本身 包括在地的議員 還有里長 灌棄 對 也都會一直給我灌棄 就跟我講說現在 灌棄什麼 砸棄 喔 打棄 我想說是幫你的胸肌灌棄嗎 也不是 就是說 就是說 加油 一定不會被罷免 你不要參與就好了 大家都支持你 都會一直跟我 所以我走在路上的那個感覺 就很 很舒服 跟電視上面的感覺不一樣 電視上面它會不斷重播一個 一個新聞事件對不對 但是走在自己選區裡面 就覺得很 其實 其實大家會找我都也是有需求 但是我還是覺得很開心 例如說 像是蔬菜批發市場 青果批發市場 然後魚市等等 他們都遇到紓困的問題 遇到紓困的問題 我們後來協助了大概總共 那個時候反正因老高就對了 他們沒有辦法去申請紓困 後來有一千多攤全部都申請的到 就有一千多個家庭 他們其實 你看他們遇到這個應該是自己要很緊張 結果他一直幫我加油 從我開始幫他處理這個案子 處理到完 他都一直幫我加油 我想說 我當然會很感動 我想說 媒體上面看起來的話 我應該來到你們這裡 來到去遇到第一線的民眾 應該要從頭到尾 都要被罵才對 會被丟蔬菜 結果怎麼就是 都一直被大家打氣 所以我的感受就是到了現在 當然又覺得 你看這個 這個第二階的那個送出連署的時候 結果他錯假率又飆了新高 有沒有很爽 這個有 就是從八月過來以後 就會覺得有一點 應該就會是這樣 就因為我們 因為我們並沒有感受到 這個當地民眾的 如果說真的像媒體上面 有一些人刻意操作說什麼 什麼罷免臨床主很容易 你都消失了什麼的 都直屈重訓 對啦 這個是我們講的 對 都說都沒有 都沒看的人 對啊 肌肉這麼大怎麼回事啊 沒有沒有 沒有看 大家摸運動 但是真的是 就是就會覺得說 你這個表示說 這一定有一些問題 就是說你如果還送得出連署書 如果說我們走在路上 一直是被人家抗議啦 一直是被反感的話 所以第一線感受最直接啦 對 我們第一線在跑 在幫大家處理紓困 到後來振興的事情的時候 其實都是很正面的感受 那 那可見 我們本來就在猜 就是說那 那到底是 是你那 那些兩三萬份的 的連署書都未來 聽說昨天還有不小心說溜嘴 他一概低 真的假的 有人自己出來講說 他好像說 他好像說 對他就說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有那麼多錯的 因為寫來不及 所以都寫錯 還是什麼來不及寫 然後不是就被人家質疑說 所以不是民眾自己寫的 他寫上寫 然後他才說他是口誤 這種人 反正有快一萬份假的 那你怎麼看現在就是有 那個快一萬份啊 還是寬鬆的 如果你去問那個台北市選委會 就是因為 所以當初的法律的設定 並沒有說要設置一個 專業的這種什麼鑑定的 或是去審核 所以這些都是我們本來的公務員 他也不會做什麼筆跡鑑定 都瀑瀑啊 這樣用抽檢的 就抓到三分之一了 就抓到什麼 用抽的 原本的公務員還要多做這個 那就多的業務 所以有議員才說 為什麼我們公務員要去應付這種 總要來確定你是真人還是死人 還是假人的這種事 那樣 好奇怪哦 那就代表現在罷免這個東西 其實是有點怪 有點問題嘛 就不夠嚴謹 我覺得這個法律 但是我不適合 因為我現在在這個遊戲規則裡面 正在被罷免嘛 所以我不適合講說這個 之前有人提修法 我也說等我這一個 你不要在這個時候 自己出來說修法很尷尬 你不要在這個時候講 別人在我還在這一個規則裡面 時候也不適合講 我也是跟幾位有在講的人講 我說你不要現在這個時候說 我們一定 我們這個反罷免一定會成功 但我們落後 我們在這個過程裡面發現了 哪一些問題 那之後再來討論 就清楚我剛才說 你這個連署怎麼可以死人 假人的比例那麼高 對啊 那那這一種的後面 該有的這一些責任 應該要怎麼去追究 是 對不對 以及審核不能是那種寬鬆抽減的 這應該要有一個很 嚴謹的 像我有聽說 有國外的這一種連署的方式是說 好你要 你就算要幫人家連署 你要寫你是誰 譬如說我幫Kelly 你也有要對不對 那我要簽兩個東西 幫Kelly的東西寫完 下面我還要寫林昌佐 結婚證書那樣要找證人 也就是說這一張如果有發生問題 就是我的事 對 而且就是背書 搞不好他背書20個人 那20個人可能就不能算之類的 所以說這一件事情 這一件事情一定是有比較嚴謹的部分 要去討論 但是就不要在我這一個案的期間 那到底是說 尷尬 說我為了自己怎麼樣 對啊 可是因為現在 大家覺得這個現在罷免潮 就是不管是哪一方 都操作都會比較惡意 然後就會想說 是不是當初把罷免門檻降太低啊 然後搞得現在很尷尬 你有沒有一種被迴力標打到的感覺 我還好啦 我覺得我現在就不適合講規則的事情 對不對 但是我 好 閃 我好 也不只是閃啦 而且我也相信在這個規則之下 我們會贏啦 OK好 好 但有人輸了 咕咕 我覺得 所以這個柏惟的部分我也想稍微聊 就是他真的 我覺得真的不能怪說 他到底是冷戰或熱戰的問題 而是大家要記得他10月 正星真的開始 正星眷發下去是10月12的事 也就是在這之前 其實那個疫情都還沒有真的緩和 都還在防疫跟紓困的狀態 這個就回到我剛剛一開始講的 誰想要看到政治人物在電視上面吵架 吵什麼罷免或什麼 所以你在那個八九月的時候叫柏惟熱戰 你不是要跟他害死 會更慘 他在上面一直罵人怎麼行 他的那個時間 對他的時間點 他變成真的可以進入 在這個公開的媒體上面好好的討論這件事 就從大概就從正星之後 那兩三個禮拜而已 所以我覺得去 事後討論他的策略 其實是用現在的氣氛在想當時 其實那個時候的氣氛 不一定是符合現在你可以做的事 就覺得有點可惜啦 是啊 有點被犧牲掉的感覺 對 我就是這樣子的感受 所以我一直也很希望說他 不過他自己是一個很樂觀的人 我本來都在安慰他 結果我發現他都在安慰我 真的 我是 我是 對阿 我就一直跟他說沒關係 我們接下來 一定這個戰場上面有很多的戰鬥位置可以去努力 你不用安慰我這麼多啦 你怎麼看起來比我更加艱苦 他真的是蠻樂觀 我們都有follow他的IG 他到處吃飯打卡 還在吃什麼鍋燒義麵 蛤 厲害 對 那我想要問啊 就是Freddy你自己在萬華也服務多久 三 六 五六年 對啊 你時間過很快 他選第二屆啊 他選第二屆啊 Fuck What 對啊 什麼時候的事 對啊 時間過很快 你都怕你幾歲了 我剛過那個25到35我已經不能夠那個 我只要多下一個 Fuck 所以那個你自己跑萬華 因為其實很多時候大家對萬華都不是很了解 都會覺得是個老臣 然後那個以前你知道疫情的時候有很多事情 覺得那裡是不是管理不好 然後大家就想會不會是那裡就是因為信專區沒有控管 才會變這樣 我覺得這個 你們有在討論這個嗎 我覺得這個都是多想的啦 就是因為傳統來講的話 當然萬華其實我們先講街友好了 老實說其實市府這幾年把街友 包括都怎麼樣去清策這個列館 然後也有地方的這個 包括社府的一些團體 然後以及市府的單位其實在協助他們 所以其實我們跟地方的這些社府團體 都有一些合作 不管說芒草新啊 或人生百味這些 然後以及市府 所以絕對沒有在疫情剛爆發的時候 有一些人講說 那一些都一哄而善 都跑到全國到處跑啊 然後疫情 那時候真的新聞這樣講 真的假的 我就說新聞都 都跑到南部之類的 這醜化這醜化萬華 超多 因為你處理遊民一定是有一個 是一個動態的一個過程 那處理這些街友的問題 所以絕對不是說 本來有街友問題 然後接著我把它通通都丟到 哪個地方關起來 有一些議員講過這件事 我就不講說是誰 這個一定不是這樣 你一定是有一個動態的管理過程 先把他們造冊列館 然後追蹤的到 平常電話打的到 你疫苗打的沒 你今天有去哪裡 因為他們也不是全部都沒工作 他也有白天去打工 然後再回來的 所以說 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人生故事 然後你在一個這個動態的一個過程以後 最後當然是希望他可以好好的回歸社會 有固定的地方住 然後也有固定的這個生活的 十一住行都有得到保障 所以這個過程裡面我們在往那個方向進 並沒有發生那個時候新聞在報導的 一方面是說這些街友突然之間一哄而散 然後全國到處這樣子 那個疫情就拖出去 不是這樣不是這樣 然後所以當初新聞有報導說 例如說在別的縣市的宮廟 發現外面有一個人在那裡睡覺的 也被講說是萬華去了 有名結果後來真的把他叫醒 就是當地人 對啊 那個是抹黑 對萬華來講就是一個很污名化的事 另外一個就是所謂的這個我們說 茶街那邊 流音 其實我們還是要講茶 茶室的文化還有分很多種不同的 你有研究 他還是有一個正常 不要說正常就是說 不涉及人與人的接觸 我們三個這樣也算人與人接觸 要怎麼講 就是說 沒有深入接觸 他其實就是在唱歌 然後吃飯喝酒 也有唱歌也有喝酒也有喝茶的 那樣的店 但他就是平常 那也的確是有阿姨在跟他們一起唱歌 但是就是一個社交的場所 所以你說他們 他們其實不是被外面想路非非的那一種 想說他們為什麼那裡疫情會爆發 其實你想想看 大家每天在那裡唱歌吃飯 就是不可能戴口罩 對啊 麥克風傳來傳去 這個跟餐廳會傳染是一樣的意思 所以我要講的就是 所以這個其實是不需要把它污名化 我說這一類的茶室文化 我們要聽別類的 對別類的就是他其實就會有這個 大家比較知道 當然就是這個色情情色的部分 那當然他也有分成 例如說這個假結婚的 那這個就有大陸的 然後也有 反正就會有這一類的 那這一類的當然就是 是我們一直都在要求在地的 應該要嚴格取締跟執法的事情 然後我必須要講的就是第一個就是 那這一些事情其實警察 他當然也有 也在那個時候 其實包括陳時中也有講 就是說這個時候不要去逼他們 因為他我們現在最怕的是 他不出來篩檢 或是他出事了 他也不出來講 然後他身邊還 他每天還是會遇到人啊 所以他就算不一定 那個時候已經疫情了 他應該沒有人敢去做生意 但他有他的生活圈 你如果不出來篩檢 然後確診的不出來看醫生 你就會傳染給你身邊的朋友 那就還是會發生一個很危險的狀態 所以那時候指揮中心也說 現在不是去給人家貼標籤的時候 那真的那時候呼籲媒體不要去現場拍攝 誰出來篩檢真的有做到嗎 沒有 其實老實說還有明代去叫媒體來拍 而且也是在地的 就是說有確診的地方 有什麼都叫人家來拍 然後才會造成外面的恐慌啊 我覺得這是很可惡的事 所以我那個時候就是 所以那個時候指揮中心說 叫民意代表不要到處跑篩 不要到處跑篩 那個時候其實疫情那麼嚴重 也沒有篩可以跑 但是你至少不用刻意去製造新聞點 去叫媒體來嘛對不對 你那個其實就是會讓這個 而且更何況是那個時間點也不會發生 就是其實警察在那個時間點 他也很好的 他有去掌握住有哪些人 那一些人我們剛剛講的所謂流英啊 或什麼他應該要去篩檢 或是要去這個確診 要趕快去看醫生的 這些這些事情其實也都是有在進行中 所以也不會發生 那個時候其實有一段時間 其實不是新聞講說 萬華流英跑到全國南北去 對 那時候有 可是那時候有這個新聞 很可怕 你好像有講過對不對 對啊 那時候就有說什麼 跑到南投之類的 因為萬華沒辦法做生意 所以就去南部做 對 我覺得這個是對萬華很不公平 因為老實說啦 那個時候如果是萬華流英 跑到任何地方去 誰敢收啊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他去那個地方 他某個地方做生意 如果你的朋友 跑來你這邊跟你說 你要做生意 我是從萬華來的 對啊 這個就是一個 連爸媽小孩要回來都不收了 就是那一個時間點 那一個時間點 這種很莫名其妙的新聞 就一直跑出來 而且還是有一些人刻意操作的 那對萬華來講是很不公平的 然後越弄越可怕 就搞到正常在萬華做生意的人 其實也沒有人敢去吃 我覺得這是很不對的 現在好一點 現在好很多了啦 後來就好很多了 當然就是那一段時間的確 所以我們收到很多這種 因為污名化或歧視的案件 例如說UberE不送到萬華 例如說外面的醫院 他不接受我們萬華的病人 不一定不是這個COVID-19的病人 就一般的病人哪也不接 然後或是說這個共享機車 他的服務不大萬華 我們那個時候就遇到 我們大概每天都在解決這一種 因為污名化或歧視的個案 然後去跟他的 請這個勞動部介入 跟他的公司溝通 然後各式各樣的啦 所以我就說 你有想過這種歧視會在台灣發生過嗎 你在衝掙錢 沒有 老實說我那個時間 我從來沒有想過說 這麼方便的UberE 這個什麼共享的這些機車的服務 有一天 他就是有一個缺口 就不來萬華 你知道我意思嗎 這讓我 我們本來是講說 這是最方便的東西嘛 對不對 然後突然之間大家都很方便 就我們這裡最不方便 那這個是我覺得 而且你要知道 像例如說共享機車這個 他就是一個大眾運輸的一環 已經變成這樣了 所以我們那個時候是 你今天要出去上班 我們還是希望可以盡量的緩解 那個上班人潮 如果你把所有 從萬華出去的 搭共享機車的人 全部讓他們也是去擠公車 或是說大眾運輸 對這個不就又是一次群聚嗎 所以我其實一直覺得 那個時候很多大家的恐慌 都是造成反效果 那你自己 你自己有沒有因為自己是萬華立委 然後去哪裡 然後被大家說 你不要離我太近 我到立法院的時候 大家都會離你很遠 我到立法院是到沒有 但我會自己做比較遠 就是 對我自己稍微做 因為他們 因為那一段時間 每個人都是連面罩都會戴 就是那個透明的面罩 好 然後我就 就不只是我啦 我跟林淑芬啦 淑芬她盧州嘛 那時候盧州有一段聲音 是滿羨目的嘛 對啊 我那時候看到她其實有點害怕 但我不好意思說 我跟淑芬就稍微做遠一點 但是其實也是 也沒有真的很認真的覺得是怎麼樣 因為老實說 只要我們按照指引 做好那一些該做的 所有的這些防疫的須知 其實就沒有那麼的緊張 那所以我們 其實那段時間我只是要講回來 我們剛才在講那個 所以是不是萬華就有信專區 就會比較那個 對就是信專區這件事 跟疫情無關的話 其實倒不是喔 就是我反而覺得 因為萬華它是有一個很複雜的 應該說 以萬華的 應該說它的這個 應該茶室的文化 茶街的文化 乃至於更早以前的那紅燈區的文化 在日本時代的時候就有的 這是已經是一個很複雜的 歷史脈絡的背景 老實說 它的這個所謂的紅燈區的文化 正在慢慢的走向沒落 你如果真的要講的話 它反而慢慢的正在從這個 反而正常的我剛才講的那些 就是在裡面喝茶喝酒唱歌的這一種的 它其實是居多的 所以我要講的就是說 你如果要想說 用一種一種把它們全部都變成性專區 性工作專區的話 反而是破壞它本來的歷史文化的文理 然後你去印作一個 現在他們其實也不是要做那件事 所以我會覺得 真的在台灣來講 它最適合做性專區 反而會是真的要找一個 一個一個 像色子島這樣的地方 不行啦 它也有自己的歷史文化的脈絡 那就是一個島 把人家那田地工廠 那就是移開 移開推開 我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應該就是 應該就是一個沒有 那個地方就是一個特區 應該是要一個特區 你不能去硬要打破 它本來有的歷史文理 去做這件事 那個一定對那裡的人 也會造成很大的反而 也不公平 放那個公主郵輪 咱郵輪現在好好幹嗎 然後上去的地方 還是是色子島 你這個應該有色子島的人在聽吧 你真的這樣這麼可以嗎 一定有 一定有 他們很開心 這樣房價會漲 沒有啦 因為我們就覺得說 其實這個東西 其實性這個東西 就大家真的是有這個需求嘛 對 因為我們看一些 像奧地利前一陣子 他們的也是對性的工作者 就是一個很開放 很正常的一個態度 他們有一個妓院 還是直接說 你來這裡打疫苗 我順便幫你打一槍 我有看到 我有看到那個新聞 而且奧地利 因為他的那個疫苗覆蓋率稍低 所以這一招也是蠻狠的 就是好酷喔 就是他們把性這個東西 就是去污名化這件事情 我覺得台灣還有 算是很長段路要走吧 台灣還有蠻長的一段路要走 好吧 雖然我們的 我們應該之前那個視線的時候 好像有說應該要保障 性工作者的權利嘛 對不對 對啊 但是就是 設在什麼區域 這個一定是 會有很大的爭議 好麻煩 所以以一個你自己 當正正工作者經驗 要設在一個無人 沒什麼人住的地方 我覺得就是要選一個特區啦 那個地方就是一個 它就會變得跟 填海照路就一個島 這會跟在討論賭場 是一樣的事情 你說在一個 本來有一個傳統文理 歷史文化的脈絡的地方 你說我這裡要把它變賭場 那邊本 對那邊本來的居住的人 也不公平啊 對不對 好吧 好吧 好吧呢 好 我們休息一下喝個水 喝水一下喔 是是是是 瑞典香氛Vana Candles 聖誕節最豐富禮物提案 造型俐落幾何暖燈禮盒 讓你安全享受香氛 超高CP送禮自用兩相宜 全新瑞典製香氛蜡燭經典在線系列 五種香氣給你澄清式香氛和光影體驗 Vana Candles聯手教主 特別回饋教徒 官網輸入I believe想全站88折優惠 還可搭配買暖燈送蠟燭 瑞典蠟燭任選兩件九折 準備好過一個北歐銀白聖誕了嗎 Freddy你以前有在中國表演的經驗嗎 沒有 但是我有去當過他們的音樂節的顧問 已經是2003吧 在很久以前 很久了 那是哪一類的音樂節 就搖滾音樂節 所以他們本來想要邀閃琳去表演 然後他們經過跑一些有的沒有的程序 發現說反正就撞搶了 應該是沒有辦法 那2003年的時候他們就有開始 因為我2003年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得金曲獎 第一次得金曲獎 所以那一次我就已經在台上說 我的祖國台灣什麼的 然後 所以他們應該裡面就 不開心 然後他們就試試看 就說不行 那這樣可不可以還是邀我個人去 那他們那邊的音樂圈的朋友會很高興 那我就當顧問 我就說好我就去 那就你的觀察 中國的那時候03年的搖滾樂圈的氛圍是怎麼樣 是自由大家想要唱什麼都可以唱嗎 我覺得 我覺得現在真的跟當時差很多 2003年的時候他們在台上 就有在罵共產黨 然後而且台下也有警察 然後所以我就說你們這樣不會有事 他說他們今天這個警察比較冷靜 平常的話警察會幫他們加油 他的意思是說 就是他發行物出版品上面不要寫 就都寫一些虛無飄渺的東西 然後表演的時候看狀況 接著這個地方 他稍微探聽一下 這邊可以可以可以 超過那個尺度 罵一下政府沒有關係的 警察也會高興的這個之類 就可以 但是我這幾年 我從 因為那一年 其實就是那一年之後 我在那邊認識了盘古樂隊 盘古樂隊大概就是 中國的龐克的教父級的一個樂團 然後我就認識 看他們表演我覺得超棒的 然後我就問盘古說 你們要不要來台灣表演 那他們從來沒有想過可以來台灣表演 就說好試試看等等 那到了2004年的時候 他們就來台灣表演 那表演的時候他就覺得說 在中國偶爾可以罵一下政府 請問一下他們那個時候 罵會罵到什麼程度 在表演 他們的罵法是 好奇他們的罵法 對 對 沒有沒有沒有 不是這樣 他們都會講某個那邊的一個 例如 打倒階級敵人 不是不是 會有點類似講那邊的一個 一個社會運動的事件 然後罵那個社會運動的 就是政府的鎮壓或什麼 因為他們那邊還是有一些農運 或是一些工運 然後只是我們外面不一定知道 對 然後他們就會 或是說會 會批判就對了 會批判 但就是針對事件 他們不會直接罵共產黨 對 不能罵最上面的 要針對什麼 他會講說那個事件的 例如說某個人 被欺負的或什麼 那這樣其實很客氣啊 蠻客氣 所以我就說 盤古他們來台灣的時候 當然就發現 這邊言論自由是 這邊是不會壓迫你不能講什麼 所以他上去 他就把他心裡的話都講了 所以他就包括說支持台獨啊 支持西藏啊 是什麼全講這樣子 然後他 全餐 對他就是把他心裡想的 就都講了這樣 那所以我覺得他某種程度 他當然可能沒有想到說 這個 可能在中國因為網路被控制 所以他也沒有想到說 其實網路真的是很發達的一些事情 所以其實他就從台灣 要回中國的時候 他在曼谷轉機的時候 他收到他在中國 在南昌的朋友就跟他講說 欸你不能回來喔 因為現在公安全部都跑來工作室 他們的音樂工作室裡面找人問人 然後他家也都被問了 天啊04年欸 對 然後所以他就馬上打電話給我說 欸這樣怎麼辦 然後我就跟他說 那你現在待在留在曼谷 我趕快幫你想辦法 然後他我就跟他 但是我跟他說你要先處理你那邊的事 因為他們這一整群其實對中國很不爽的樂團很多啊 然後平常也會寄email幹嘛 或什麼 對所以他就說 我就說你那些東西處理了沒 那些才是比較嚴重的 你現在在曼谷至少 我現在不會被抓走啊 但是你那一些東西要趕快處理 他說好好好 結果後來我在追蹤問他怎麼處理 因為我的想法是formate嘛 或是說什麼 他說他聯絡他的朋友 他朋友完全不知道那個電腦要怎麼弄 他說放心我整台電腦都丟到幹將去了 他南昌的幹將 他整台電腦都丟進去了這樣 好嗨喔 對 這好龐克 對對對 就直接把工作室電腦 就直接把他再去橋上 然後就丟到河裡這樣 Holy shit 對然後我就後來我們就是 包括台灣的國際特色組織 還有台灣人權促進會 然後還有聯絡聯合國難民公署 那時候在泰國那邊的一些 負責的一些代表的人物 然後跟這個幾個亞洲人權的團體 在泰國住 以前都還可以住在泰國 就是住在泰國 住在泰國 但是現在都不行了 因為泰國後來現在也是 也是比較緊張 對也是親中的 對然後所以那個時候都 所有的人權組織都會在泰國有 這個有這個辦公室 有代表處的時候 那時候還蠻多人一起協助 就從台灣到泰國 然後他們也是兩個團員 就從曼谷然後來 路線我到現在還是不能講 他中間有個逃亡的路線 就是那個你要成為難民 沒有那麼容易 你必須要真正被這個人權組織 以及聯合國難民公署 真的覺得你有受到迫害 有可能你回到你的母國有可能被抓 所以他有一個審查的過程 要有個證據 對他不會 你不能隨便就說 我今天就 就我已經是我是難民 所以我要去當瑞典人 或者去哪裡 誰願意收我這樣 所以他他有一個審查的過程 一直到某一天 難民公署那邊的線人 收到資訊說中國已經請泰國警察 去抓他們 然後所以他們知道說他們在泰國也待不了太久了 因為他們走在路上他們的Visa都過期了 然後我們都是找人想辦法cover 就是讓他們不要被出入那種要檢查Visa的地方 那到最後難民公署知道這件事以後 就是給了他們一個逃亡路線 當然不是從泰國搭機 他就有一個從泰國到走過一些邊境到其他國家 然後搭一個特別的飛機最後在瑞典我們就讓他 我們中間他在每一個城市我們都要通電話 你很緊張吧 很怕他就在哪一個國家消失 對啊 我還在台灣 我在台灣都有一些朋友 大家會一起幫他募一些小錢 趕快再寄到泰國去讓他可以生活 你很緊張 我要怎麼去對得起他們他的全家 他的家人對不對 是啊 所以我一定要確保他安全 所以從台灣的人權團體 然後到聯合國難民公署 到泰國的人權團體 然後再到沿路逃亡路線的一些接口的 然後就每一個 他每越過一個邊境 然後就要再想辦法聯絡確定都是安全 沒有被抓沒有被抓沒有被抓 然後最後到了瑞典下飛機的時候 我們全部的人都歡呼 台灣跟瑞典的朋友都歡呼 好感動喔 真的是很 那他的家人呢 現在其實就是有也有家人出國了 就離開中國了 對然後也有人就在國外結婚 就是在在其他第三國結婚 所以其實這些人的人生就這樣改變了 對他們現在 因為你耶 你不要看我 我明明只是壓力已經太大了 我只是一個身為一個歌迷說 你又要不要來台灣表演 結果後面怎麼 對跟想像都不一樣 天啊 對啊 可是因為這樣子就感覺到說 其實最近也很多香港人 因為香港的問題 然後會逃來台灣嘛 對 可是後來他們會覺得說 台灣似乎不是一個最好的選擇 他們到最後還是想要去美國之類的 或英國 對對對 那台灣有辦法變成一個更好的避風港 給這些香港的朋友嗎 我覺得做 因為我現在也是國會的那個香港友好連線的會長 然後我必須要說 以台灣現在的狀態來講 台灣可能還是會跟以前類似 就是會成為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終界點 它很難成為最好的一個終極戰 因為台灣畢竟面對中國 其實現在香港人想要 藉由任何一個路線來台灣 我們遇到最大的困難都是國安問題 然後以及中國會不會用這個東西來 滲透 不只滲透 它會不會利用滲透是一點嘛 就是說他假裝他是香港的activist 然後要台灣來收他 這是一個 第二個就是他會不會在那個路線上面 變成他武力犯台的一個藉口 例如說你在哪裡 我這邊也是不方便講 例如說你在哪個地方中介 在哪個地方 如果你是正常坐飛機來的 是學生或什麼 這就是另當別論 但你如果想要透過其他的 不一樣的管道來的話 那這個中間就會變成這個中國說 你就專門在收我們的偷渡飯 等等的對不對 那他當然就可以對你有進一步的動作 所以這個對台灣來講 我們有 我們因為也在面對中國的這些問題 我們就變成沒辦法 讓他變成這個final的 OK 就條件上本來就是會比較複雜 事實上這件事情 台灣即便沒有香港 在過去二二三十年來 我們也是蠻多中國的這些維權律師 或是說這些 藏人 對他們的還蠻重要的一個中介點 對 真的好難喔 我們很其實我覺得 我相信很多台灣人都想要 這邊變一個更安全的地方 對 給這些人 可是因為政治的問題 沒有辦法 但我覺得這個蠻務實的 就是Freddy剛剛這個分析很務實 我相信這一定是目前最務實的 最安全的方式 對 但我自己認為這個慢慢的 對台灣來講 我們會成為越來越強壯的 可以保護他們的地方 因為以前我們做這些事情 都是只能檯面下 但是你看現在包括美國 包括澳洲等等 跟台灣的合作都是檯面上 是 檯面上的意思就是我們會越安全 對啊 就是我們都攤開來講說 台灣就是這麼重要 台灣在所有支持這些收壓波的人裡面 他就是扮演一個重要的關鍵的角色 那中國當然他 他要怎麼欺負我們上的這個藉口 就會更沒有正當性 對啊 那你在執政前 你有想像過嗎 執政我在當選前 執政我沒有辦法執政 超文不好啦 你在當選前有想過說 你當選後會遇到這麼多 不一樣的事情嗎 因為你看你當選後 其實台灣遇到了很多不一樣的問題 像是我們就拿那個新冠肺炎好了 還有甚至是現在那個 共軍一直飛過來 然後到現在 美國公然的說 欸台灣是我們的朋友之類的 以前根本沒有想過這種事情 It's independent 他最近 對 他最近就是 拜登好像說什麼獨立 什麼獨立的 台灣是獨立的 他自己做他的決定 台灣是自己做決定 對 白宮後來有walk back嗎 也不算 他只是說他 他應該是說他不鼓勵台灣 台灣 他不鼓勵就是獨立 但是台灣是獨立的 對 到底是 這其實意思就是說 你們兩個如果 好 就是說如果你要跟誰結婚 這個我沒有鼓勵或不鼓勵的問題 但你跟他結婚的是你的決定 大概是這個意思 白宮說還是支持一中政策 對 每次都講 這都是walk back 但是我覺得 我覺得美國最近 他慢慢的把他的一中政策講得很清楚 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代表中國 那他並沒有說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原本是戰略模糊 現在變戰略經濟 比較清楚 因為對我來講 我也支持一中政策 我又沒有要當這個另外一個中國 對啊 就是中國就是你們 對啊 就這樣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 沒有第二個 我們是台灣 對 對 可是Freddy你跟我差不多 跟我差不多沒有跟你一樣 跟我差不多就是讀什麼國立編譯館的 教科書長大的 對 你怎麼會這麼的 awake 有獨立思考的能力 這樣可以吧 真是正確 我覺得某種程度應該 也是自己就聽搖滾樂比較叛逆吧 原因當然很多 我在我念延平中學的時候 老師也是比較開化一點 就是會希望我們多看一點課外讀物 黨外的出來 要看那個外面附中 附中學生游泳課在幹嘛 那個是自己看 那個不用老師講 延平中學在我們旁邊 對 那是自己看 對 然後那個老師 然後我爸爸他其實也會買很多檔外的書 然後我的房間剛好是我爸的書房 所以他就會有以前有李瑶的大全集 或是那個鄭南榮的這個時代系列 所以爸爸也很叛逆 他 可是他都一直投國民黨 只是他投李登輝系統的 對 他都 他這個等到我有投票權的時候 我都沒有跟他投過一樣的人 欸有啦 2004的時候李登輝說他支持阿扁的時候 他就有投阿扁 要不然之前 1996我 對 第一次就是那個市長的時候 他投黃大洲 我支持陳水扁 然後1996的時候我投彭明明 他投李登輝 2000年的時候他投聯帳我投陳水扁 可是你們家聽起來很開放 看他放在我房間的書 所以我就覺得他怎麼會這麼奇怪 對啊 然後他說 他都跟我講說 我覺得凱莉可以理解 真的喔 我們家也是這樣 我們家也是這樣 那你爸爸有投給你嗎 我爸爸等到 因為我跟我爸感情都不是太好 所以其實真的到了這幾年 我從政以後 我們才真的有在聊天 就是有真的 就是他跟我比較有東西可以聊 聊政治的事 他也是很喜歡政治的東西 對對對 但他才會買那一堆 黨外的書 但是他也給我很多的建議 他給我很多的建議 但他就是 20 前年就過世 2017 2018 所以我們其實感情 稍微修復大概兩三年 那也是因為政治的原因 對 That's so cool 對啊 所以因為你知道我以前 我小時候都會聽 以前在美國念書的時候 都會聽你的歌 然後我跟我姐姐 我記得很清楚 然後我們就會看你的歌詞 比如說什麼 牧城武德殿 他所代表的故事 或講到原住民的神話 然後我就覺得 天啊 好神奇喔 就是 就是一些我們完全不知道的台灣的故事 居然這麼的豐富 對 然後唱的都聽不懂這樣 我覺得 我覺得 我覺得應該是因為我自己本身喜歡的這些重金屬的類型 它也是 都是比較龐大的敘事型 所以他 像我喜歡的一些團 北歐的團 或是歐洲的團 他們都是寫他們自己國家這種大的神話的框架 或歷史的框架的 所以 所以我自己在寫的時候也會偏好這一類的主題 那 所以 但是 但是 但是其實我也蠻難講說 為什麼我會往這個方向去 因為 因為 我也認識很多人 他就算聽了這些歐洲的團 這些歐美的團 他也不一定就往這方向去寫 對 我覺得我還是 從小的這個成長的經驗壓力太大 我自己是認為 因為我自己現在有小孩子以後 我也說避免讓我小孩有這種壓力 是 家人給你的 我跟我爸的 我剛才講的跟他感情其實很不好 所以我其實從小 我從小可以釋放自己心情的機會 都是自己在房間裡面把Metal開超大聲 就是有點在 在判逆 然後自己甩頭 然後自己彈吉他 或是自己看那個樂團 因為那個時候 高中的時候 還沒有什麼國外團會來台灣看演唱會 所以就自己看那個時候 錄影帶 VHS Beta 這樣 對 然後 這個是 這個99年出生的 1999年 聽不懂 聽不懂對不對 我連CD都沒看過 我跟你講 然後我爸就會在門外一直罵我 但我就把聲音開得更大聲 然後 對 然後所以我爸一定超不爽 但是因為我爸就是很傳統的那種 希望我 我自己 這個 要走他希望的路 對 都念言評了 念什麼的那些 然後我自己就不理他 也沒有不理他 其實我算是 Follow他給我的一個那個 那個路線 大概兩年 對 然後最後我發現我真的不是走那個物理化學那一圖的 然後所以我到了高三下的時候我才轉組 然後轉組了以後 我爸就很生氣 但是我第一次 我第一轉組我就考全校第一 那個模擬考第15名 然後所以我媽她就 我媽本來都幫我報什麼高四班啊 就是要去考試 她覺得我一定完蛋了 對 一定是要繼續 結果我就很快我就把功課都搞定了 然後但我爸還是很生氣 他即便我就是我證明說我選我自己的路 我就可以弄得還好的 他還是很生氣 所以我只是在講說我如果 尤其我自己現在當父親以後 我會覺得我可以理解為什麼我一直聽重金說 而且我要聽那個情緒負載量很大的神話啦 歷史啊 因為我覺得我心裡的某一種情緒需要釋放的那個量很大 哇 然後進來去重振 對 你是不是有點M導向 就是覺得我壓力不夠 這我就不知道了 我覺得M導向超有可能 對啊 你就是M 所以我從小我從小其實高中的時候就 我應該是高中我吃 我吃那個 欸是這樣的一個女王啊 老婆這麼女王 你看我 我跟她的互相的互動應該不是走這個路線 所以我們外面的人看 我們的想像是這樣 我們想像 那那個時候你看我聽的重金屬又要聽那麼的heavy 然後我自己 我大概我從那個肌肉充斥劑啦 然後焦慮症的藥跟那個安眠藥 哇我從高中吃到現在有吃多久 哇高中很久欸 哇 二十五六二十七八年了 我現在二十五四十五六歲嘛 對啊 所以從十七歲吃到現在的話 哇 所以很久了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我覺得音樂對我來講 其實就像是有一個療效 然後所以有的時候有人會講說 哇你在舞台上面看起來那麼的 那麼的 heavy 然後你聽的音樂也是這麼 heavy 那為什麼你在問政上面感覺還蠻peace 還蠻 就是情緒控制都還蠻那個 我就說 我就是因為有這些 有這些抒發的管道 我如果 我現在很難想像說 我如果都沒有定期吃這些 這些我剛才講的這些藥 然後也都不聽這些音樂 我應該很容易爆掉 我覺得我應該很容易爆炸 可是你現在比較少像 就是跟從政比起來 你現在應該很少時間 可以去抒發你的音樂做 純創作 純演出啊 沒辦法 所以我都是聽 我自己在工作的時候 也還是聽 你不會覺得有點不夠嗎 One more 很多人都期待說 你在那個質詢的時候 那個槍跑出來 到現在我們等了五六年了 都沒有 都沒有 只有蘇貞昌在做這件事情 只有蘇貞昌 他始終如一 對 他絕對 他不會走小清晰那個路線 他會一直 停死到現在 對 不是嗎 我偶爾有啦 一兩次 一兩次 然後在很生氣的狀態 一兩次 但是我平常都真的還蠻 而且我大概進去立法院幾個月 我就發現質詢真的沒有辦法 光靠質詢沒有辦法達成你任何想要做的事 真的喔 所以很大聲的質詢是沒用的 你講誰 我沒有 你到底在說誰 就你罵對方 對方 也不會 或是你跟對方 基本上就是說 就是說 在從政的過程 尤其在一個民主制度的那個過程裡面 其實你是一直在追求 跟你意見不同的人的認同 而不是認輸嘛 是 對不對 他認輸他真的投票的時候 他又不一定投你喜歡的 他只是不告訴你 不跟你吵了 不跟你辯了這樣而已 所以你把官員罵到他認輸 他還是可以杯葛你 他是行政官員 他管你的 你跟他要什麼報告 他就不配合就好啦 或是你今天把另外一個國會議員 把他罵到他認輸 等到表決的時候 他表決器跟你按不一樣就好了 我管你的 我今天不理你可以了吧 你遇過很多次這樣嗎 不是我大概前幾個月 我就慢慢發現 我就說我在上面跟他吵 然後發脾氣 最後他還是可以不理我 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我比你盧 就是這樣 比盧 對我就是一直把你找來 一直跟你講 然後用慢慢的跟你討論 然後動之以情 例如說這件事情 你有這個 你有理道理或法上面的理由 我就告訴你說這個當事人多慘 然後讓你知道說 說大家將心比心 一定可以找出協助他的方式等等 那這個像以這個案子來講 像那個食棉案 食棉就是 是什麼 那個叫做什麼 就是會一直接觸 會得那個皮膚癌 那個尖皮細胞癌 對 那在其他國家的海軍 或是說相關的這一些 做裝潢的或做什麼 他們都已經有一個賠償的一個辦法 跟機制 那台灣因為有 其實這個海軍 長期在處理這些鍋爐的 以前的這些弟兄 這個都要三十幾年 才會發病 所以一開始 其實國防部是不承認說 有這種問題 我在第一次質詢的時候 我中間有某幾次也有發脾氣 就上一個會期 但後來我發現這個就是 你跟他發脾氣 他就不會理你 所以我後來就一直跟他擄 然後找他找 告訴他當事人多慘 然後這個過程 也有一個當事人過世了 然後還有別人正在可能要發病了 然後就一個一個花時間跟他講 講到現在我們應該這個會期 修法就會修過 所以我後來我就 就是這個只是其中一個案例 我後來發現真的 只能比耐心 這個是讓我自己比較 比較驚訝的 因為我以前不是一個有耐心的人 我完全不是一個 我就很急性子 我覺得什麼東西就是要趕快做出來 對啊其實在外面 其實我們這種投票的民眾也是說 我們也是這樣啊 所以我們都選你出來了 為什麼事情還沒有變好 台灣為什麼還不是獨立的 之類的 為什麼沒修憲 為什麼同婚怎麼讓我們等這麼久 對啊 就是投票的人 在外面的人都是這種看法 但是絕對 但是在裡面也會很急 急了以後罵人也沒有用 所以在同婚的那一次 我雖然在台上是講說 昨天答應我會投贊成的 這些國民黨的這些幾個委員 要把票投出來 看起來好像只是質詢的時候的 那兩三分鐘講的義憤填膺 可是那幾個禮拜 我一個一個去拜訪 包括國民黨的委員 去跟他說服動之以情 跟他們講 那個真的是要花很多的時間 那又不是我的事 又不是我要結婚 但是我跟好幾個國民黨的委員講 那個時候 你在講那個跨國的 不是跨國的還沒過 但是我們那時候同婚過的時候 對 同婚婚姻平權過的時候 其實我跟那些國民黨的委員 都是 因為民進黨委員也有跑票的對不對 所以我們那時候在算票 跟蘇小惠跟幾個委員 在算票的時候就覺得 一定要有別黨的人也支持 要不然我們這樣子 其實是不知道 有沒有辦法絕對過半 你到時候是一個少數 少數的這個多數 而不是絕對過半的話 那個票數也不好看 然後我就說反正我無黨的 那個時候我還是時代力量的 小黨所以沒差 小時候哪有無黨 對 我說我沒有包袱 我就任何政黨都去遊說 然後去遊說的過程 其實我都是跟他們講說 這個真的是一個關鍵的時刻 你要想我們不會一輩子都在 在當立法委員 你有一天你十幾年以後 你沒有當立法委員 你跟你的小孩說你在 你經歷了這一個最關鍵的 歷史時刻婚姻平權 你是投否 哇 那你可以 這個是情緒勒索 不要亂來小孩的情緒勒索 就是我跟他說台灣一定會走向 越來越進步 然後越來越平等 然後在這個關鍵的表決的時刻 大家都會回頭來檢視 那個時候每個人做的決定 那我覺得跟你 雖然我們在一些意識形態上面 不一定是站在同一條線 但是如果為了這件事情 我們都一起投贊成 我覺得這個是我很珍惜的一個 一起共識的機會 我跟他超多 所以 然後回家就 請你做 這句話壓力超大 所以 所以我在婚姻平權那一次發言的時候 大家回去看到影片 為什麼我們那麼生氣 因為連續前面幾條表決 看起來國民黨都沒有把票投出來 昨天你跟我講的這樣子 好像說我們會支持他會什麼 我覺得 Freddy你講的有道理這樣 結果隔天都在講一些屁話 我整個快氣炸 所以我不是來上去講說 說什麼你們把票投出來 昨天我打了幾 我說我昨天打了幾個國民黨的委員 但其實打了好幾個電話 對然後後來的確是就有幾個 有七八個吧 後來就出來了 真的很謝謝你 不過真的是 所以我說就是真的是耐心 真的是耐心 你知道我那時候電梯 從一樓一直坐到12樓 然後再去另外一棟從一樓 因為每一個裡面都有七八間辦公室 然後一個一個進去 然後就坐下來就講半個小時 講我剛剛那一套 想到就覺得很煩 對啊想到就覺得好煩喔 為什麼你還要繼續選 對啊你為什麼不回去玩音樂 你原本是神的地位欸 對 落入凡間在那邊跟一堆 一堆那個不聽話的老人講話 對啊你在想什麼 嗯 當神不好嗎 也不是這樣說 其實巡迴的日子 真的是非常快樂的自由 你看 真的是太好了 我真的 對人生真的可以那麼的自由自在好棒 巡迴你有發生過什麼很酷的事情嗎 巡迴當然就是所有在你們看一般的那些樂團的紀錄片 會發生的都可以發生 真的假的 哇 好開心喔 對 當然就 例如說你看 你看先講在台上 台上表演的話 台下當然會有歌迷是上空的嘛 對啊 這個在電影裡面看得到就會看得到 所以通常 通常這個比較嗨的歌迷齁 這個如果在這一邊的話 你就會發現我跟小黑我們吉他手都在這邊表演 看得比較清楚 對 然後簽名 像我們這個會後都還是會有groupie跑來簽名 簽名當然也是會有 上空的 給我們簽身體的也是會有嘛 當然都是 都可以簽嗎 所以我講的這個就是 是符合你們的節目要求的 沒有沒有 好奇的是他們會因為是亞洲歌手 而比較沒有說那麼熱情嗎 還是不會 不會他們就非常熱情 然後會後的話現在應該也可以講啦 小黑雖然現在結婚了 但是那是婚前事嘛對不對 就因為我跟Doris是couple 所以我們不方便 我當然是非常的乖 你好辛苦 你會覺得很辛苦 還是你們會一起玩 可以一起玩吧 Doris她都會去social 但是我都相信 所以都那個 但我 因為我在巡迴的那個時候 已經都在參與很多台灣的人權的工作 所以我通常一回到辦公室 不是不是 你看就叫辦公室 回到tourbus上面 就變我的辦公室 然後馬上都在討論一些人權的事 所以你就沒空去玩一些開心的事情 對但是那個時候幾個團員 就是還是婚前的團員 他們當然都很開心啦 他們尤其在不一樣的城市 都也會有一些不一樣的朋友嘛 交流 對 一定要嘛 所以真的是一個很自由自在開心的一段時間 然後而且你想看看 你每天醒來都在一個不一樣的城市 那真的是蠻 久了雖然會覺得很膩 但是還是很夢幻想起來 每天在不一樣的城市 然後你看像歐洲每個城市的地貌變化那麼多 文化變化那麼多 你今天在丹麥的哥本哈根表演 然後開tourbus開十幾個鐘頭 你就到了法國去了 哇 然後你醒來的時候你就覺得 哇 又完全不一樣 然後或是到立陶宛 一輩子也沒想過自己會去立陶宛表演 立陶宛 拉脫維亞 那個 Estonia 對啊 哇 這種經歷是全台灣可能沒有幾個人有的 對啊 你有想過你們當初在做音樂的時候 應該除了我們以外沒有別人有 我們後來有看 對 你們當初有想過你們做這個音樂可以這樣走向全世界嗎 一開始我當然是因為看了很多國外的團 歐美的團都是這樣生活 所以我想往這個生活 所以覺得 可以 我要這樣 後來真的也開始往那個方向走 以後發現好難這樣 但是 但是 要怎麼說呢 我覺得某種程度有一句話叫做 越在地越國際這件事情還是蠻有道理的 這很適合你講 因為這句話大家都在講 跟你講說服力 對啊 就我覺得閃靈開始在國際上面就是越來越好走 然後巡迴這麼多 大概就是從我們 實電那一張專輯 然後高砂軍 就從2007、08 之後的那幾個 賽德克巴拉也是 就那幾張專輯裡面台灣特色的旋律越來越多 然後我用台語寫歌 那所以包括用台語的旋律 台語也是一種有七音八音的一個語言 然後所以很多國外的歌迷跟樂評就會發現說 我在任何一個國家的metall都聽不到這種旋律 這是當然的 因為我是用台語寫的 你也不是說台語 對吧 我常常 你們這是podcast的 對 那剛好你看 例如說 例如說有一段旋律 例如說我來講 我們來講 講穆成武德電好了 好 出百年 出百年賤牌摔 五杯無敵 千萬人拚不彈 雍者無敵 這是台語嘛 對嗎 旋律 外国人会觉得你怎么会写一个 那是因为就是这样打 然后后面是 这就是台语嘛 所以我就算 所以这个就是台语 所以外国人听到我唱英文版本的时候 他会觉得说你怎么会去写一个这样的旋律 他不知道啊 他说不出来啊 因为我说台语 所以我是写台语词 然后在国外的时候写英语词 但是后面背后的旋律 还是本来我写台语词的旋律 所以他觉得这是一个很有 一个民族特色 而且他们写不出来的东西 那我当然回头来想 我们大概就从赛德克巴兰那一张开始 越来越多这样子的东西出来 那我们在国际上就越好走 可是你走到那个地位 然后其实我相信你一定很有号召力 然后整个音乐圈都就是以闪铃 然后以Freddy为一个中心 然后你就这样放下一切去从政 音乐圈有没有觉得你丢下他们 你就被背叛吗 然后他们就很多事情就做不起来 也不会 像现在像台湾现在一个 另外一个金属团叫做血肉果汁机 对他们现在其实也还蛮不错的 国际上面虽然还在努力 但是我们也都介绍很多 我们以前的一些机会给他们 那我觉得台湾的乐团 还是要对自己有信心 因为像我刚刚讲的 台语也不是我们自己的东西 不是我 我说台语不是我专属的东西 其实每一个人都可以从台湾的元素里面 去找到独一无二的东西 那你把这个独一无二的东西 把的元素扩大以后 国际上面你就变成有辨识度的一个品牌 你有辨识度的品牌 你就不是只是变第一名 你是变唯一的 别人在听东西的时候 他没办法忘记说 他曾经听过你这个 你就不会变抄袭别人 所以我觉得台湾的乐团 还要对自己有信心 但是我的确也 应该说我自己的脸书上面 的确也常常 因为我的同温层还是音乐圈居多 虽然现在政治圈的也很多 我的同温层里面 外国的这些以前一起共事的乐团也很多 所以像我上那个John Oliver的节目以后 就我的脸书上面也是一堆美国歌迷 全部都滑 就讲说好久没看到 你到底什么时候再来美国表演 没想到我在John Oliver的节目看到你 然后那一场是我们2012年 在英国的演唱会 所以连我们英国的经纪公司 也传那个简讯讯息给我说 我也上电视了 我也上电视 他是在舞台在后台 他说虽然台上是你 但是我也上John Oliver的节目 全世界的人都在想 很好玩 就我也很想大家 但是我老实说 我觉得我还是不会后悔 我走政治这条路 因为对我来讲 我其实在2016年那个时候 为什么要从政 我其实那时候也讲得很清楚 就是我希望说能够把一群 应该说我那个时候从太阳花学运 到后面看到这些年轻人 对社会议题 社会公共议题 非常的有热忱的这一种现象 我不希望他熄灭 所以我很希望说 我那时候都叫吴征 赖品瑜 叫非凡 他们要赶快从政 结果后来我当然有发现说 你怎么才大二 对 你怎么 对就我那时候发现 你们比我想象的还小 就对 我那时候就是跟他们说 你们要赶快2014那时候 就已经开始2014选议员 我说可是我才刚投票 对 就我讲了好几个朋友以后 我发现说 你比我想象的还小 我比我想象的还老 然后我就是 我那个时候第一时间 当然就是说 那我就跟慈庸啦 一些朋友 我们先走第一步 然后你们来加入我们的团队 不管在国会里面 或是说未来的团队 所以对我来说 怎么让 因为其实我相信你们这么的 国际上面那么多朋友 你也知道说 其实像台湾这样年轻人 愿意关心公共议题的国家不多 对 当然 超少 那台湾 所以我很珍惜这一件事 因为其实只有年轻人 愿意持续的关心 那政治才会有新陈代谢 才不会说像林昌佐 这种45岁的人 还一直被政治圈当成年轻人 这是一个跟社会很脱节的事 你不觉得吗 为什么在社会里面 35岁叫 以上就不会叫年轻人 30几岁都被叫中年人了啦 中年人 对 我也是叫中年人 对 对 然后 然后为什么到了政治圈 40几岁还叫年轻人 表示你比社会至少慢了10年 不是吗 可是这 我觉得还有个原因是 其实太阳花时代 已经是老人的回忆了 你知道像我们的小编 舌编 他们的同学 大家是无感的 对 对他们来说 最大冲击是香港发送中 对 对 不是太阳花 所以我就是我的那一波嘛 那我那一波之后 我当然会希望说 那非凡就有他的 他自己再来带来的 后面的那一波 不管说是为了关心香港 或后面的议题 所以我会希望这是生生不息的啦 所以我也不是把自己认为 我比较把自己当成一个桥梁 然后这个桥梁是支撑过 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会几年 我的缘分走到了一个地步的时候 像现在品乐也是委员啦 然后非凡也有他的战斗位置 那吴珍 他居然给我落雪 可恶 他当我第一次 他当我的总干事 还给我落雪 他明年也会再努力嘛 那我当然是希望说 这些很优秀 头脑真的都很不错的年轻人 其实都比我好 其实这些人 我都常常在请教他们事情 不管我刚才讲品渝啦 吴珍啦 然后或是说像那个非凡啦 很多的朋友都是 我常常 因为我觉得到四十几岁 头脑会动得比较慢 所以我常常看一些状态 不太确认的时候 我都会问 我比较熟的大概一二十个年轻人 然后我会觉得 他们慢慢的带起来以后 后面还会有 那我们就不用 一直还站在前面 那我好奇 就是因为你刚刚讲的 一定都是比较偏绿的嘛 就偏绿或者是无党级 有没有你觉得也不错你会讨论的 别党的议员或是立委 你说侯汉婷哦 应该是不会 我跟他不熟啊 不是庄庄万华上称那个 我不熟 李 谁 李又宜 李又宜 不过李又宜还没有出来 对啊 还没有出来选 好没关系 好像比较少 还是比较少对不对 那你觉得如果对于 年轻一辈他们对从政有兴趣 你会建议他们无党级参选 还是小党 还是加入民进党 这种比较有势力 会比较简单 就进去训练一下再次 对啊 我觉得都 我觉得这个 我没办法给建议 因为每一个人都是 因为自己的生命的经验 最后占到了自己的战斗位置 像非凡在加入民进党之前 本来是有可能 去时代力量嘛 那个时候我也还在时代力量 我也争取嘛 结果后来 他跟我讲说 他决定去民进党的时候 我也是很祝福 我说每一个人都会某个原因 站到自己的战斗位置 所以我觉得 我没办法建议你要站在哪里 但是我觉得 你一定要把 你要想清楚说 你到底是为了什么来做这件事 也就是说 你有一个更大的高度 而且你要有充分的耐心 这个我们在今天节目 一直讲 对不对 就是你不能把你个人的情绪 整个带进来 就是说 我没办法跟大家沟通了 你明明讲书了 你还不听我的 这样子 我不理你了 这样 这超难 这很难 但是你既然选择从政 然后政治就是 就是一个 整个民主制度里面的一个 应该说 应该说整个民主制度里面 政治是反映最多的 这一个美国的 也就是说 我要讲的就是说 例如说我们自己开公司 你可以不用真的要管 民主不民主 对不对 我今天做Podcast 反正老板 我想要黑名单谁 就黑名单谁 对 或是我只是在经营我的粉专 你就不用想这件事 对不对 但是你偏偏选择政治 那你就必须要再认真的思考 你今天不是在 只是在做个人的事业 那你就要很清楚 要知道 再想一遍我刚才讲的那个 就是你是要争取认同 而不是要别人认输 这真的很重要 你会 你会 你会很容易陷入一种 我要讲道理 而且我一定要讲赢别人的这一种状态的时候 那就会乱了 你知道我意思吗 你如果在脸书上面 只是要一直要跟人家辩论 一直要跟人家辩论 一直战 对一直战 那个你就去经营粉专也可以 但是如果你在从政的话 你弄到大家通通都认输 不代表表决出来的结果 你会赢啊 对啊 而且别人也不是真的认输啊 老实说我们自己小时候跟 在吵架 在学校跟人家吵架 杨凤英伟 不是 跟老婆吵架也是这样 也只不过是 对 对 跟老婆吵架也是 一直说都算我错 算我错 就是我错嘛 我不会对啊 就错就好了啊 然后在学校 或在事业上面跟人家吵架 你为什么不用脑袋想 大家都有这个经验 回家洗澡的时候 想到今天早上跟人家吵架的时候 我那个时候如果回什么就好了 对不对 他就没有话说了 对不对 都不好会这样讲 然后就在那边吼个半死 可是又过了 又不能接打电话说 把想到的回来 现在也来不及 已经今天变输了 所以就说我下次一定要讲 对啊 对就会变这样 可是立法院或民主一定 或是议会一定不是这样的 所以你不是说 让你每天在那边回家 想说我今天洗澡 想说话是怎么样就好了 没有没有没有 你不是要人家认输 你是要想办法让人家认同 所以我要讲的就是 年轻的朋友 如果你想要从政 我觉得你想清楚 例如说你就是很想要推婚姻平权 还是你很想要推性别的议题 你想要推什么 那这个议题到底怎么样可以走到你想要去的那个目标 然后路上会有哪一些困难 你怎么把这些困难或是不支持你的人变成跟你站在一起 你要想清楚是站在一起而不是他们讨厌你 但是你讲的最大声 但是你讲的最大声 你讲的最对 但是所有人都讨厌你 那所以你就一票啊 所以你一定不会过啊 那你一直到现在坚持到现在 你的那个核心 我的核心啊 一直鼓励你的是什么 在你每次很想要耐心快肥的时候 那句话是什么 我觉得 这题好难哦 有没有一句话在鼓励我 或是某东西 因为我跟Ken我们两个 其实我们刚一直想到我们做节目也会这样 我们做节目只要就是比如说不管是走篇 或是有时候生气 或是有时候在想要做新计划的时候 我们都会回来检视我们那句话 就是我们想要做华语对自由 然后我们想让自由的声音被全世界听到 这是我们两个 这句话其实一直帮助我们去一直修正自己 跟检讨 那我们就很好奇 那你有没有你自己的那句话 我发现好像没有 没有 怎么办 没关系啊 但是 但是 指南针就是达赖喇嘛吧 哇 对 应该因为 他非常和平耶 peace and love 没错 我其实大概就是接触西藏议题以后 我就慢慢的越来越peace 对 就是我会去思考的 当然就是他背负了六百万人的 的这一个压力 然后他们这个国家都没了 那他流亡在外面 这样的状态其实是应该是压力很大 对不对 然后没有办法随时表现的这么的快乐 所以对我来讲 我觉得应该说常常启发我的还是达赖喇嘛啦 就是如果连他 他背负这么大的压力的人 他都可以 化解困难 对 而且他化解所有的困难以后 他反而是让更多人快乐 他并不是要让很多人安慰他 他从来不需要别人的安慰啊 他反而是 让很多人心里的各种结都可以解开的一个导师 所以我的办公室后面才会是一个达赖喇嘛 就是我自己 我自己每一次如果遇到很阿扎的状态的时候 我都会想说 如果是达赖喇嘛遇到这个事情 他会怎么想 哇 哇这个高度拉好高哦 但其实也没那么高啦 就是因为没那么高 才还要放他的照片在后面 要不然就不用放了 真的哇 是酷哦 那不过最后有一个东西我们一定要聊的 就是CPTPP 因为我们发现说 你有在那个CPTPP的测进会里面 然后CPTPP 你自己对他的成功率的想象是在多少 我现在 我常常跟李纯聊天嘛 然后他说 他九成九成八成 然后我们又有一些外媒朋友会 记email跟我们说说 他最近听到一些新闻 打听到一些消息 说台湾方在跟其他国家在联络的时候 说的方法会是说 嗨 Let's go grab Nice to meet you Want some coffee 之类的 然后他就是满头问号说 这会是那种经贸会 你知道 谈判办公室寄出一个email吗 所以就是 好像有点疏于练习的感觉 所以我们蛮好奇的 就是你这边 自己在第一线看的感觉是怎么样 我觉得 因为跟不一样的国家 在谈的人可能状态也不太一样 所以其实也没办法一概也论 但是我认为会是乐观的 我认为会是乐观的 因为即便跟中国比较好的那几个国家 我相信他也对他们来讲 现在国际局势比较对台湾友好的这件事情 他们也很了解 对 所以也就是说 他们如果变成在台面上 要去用政治因素来阻挡台湾 他不会只是面对CPTPP里面 其他的会员国 他会面对整个国际社会的不解 就是说如果台湾已经把所有的这些 这些贸易障碍跟条件 都已经跟法治里面应该要做的改革 都做好了 然后你讲一个政治的原因 因为你讲一个 大家听不懂的原因 可是一猜就知道 这背后的东西 那这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上面 他的信用的状态一定会不好 所以我认为 因为我们的这个法治上面的健全 配合CPTPP 这一种比较高度的 应该要做的一个改革 我们也都做的差不多 现在剩下著作权法 等商标法几个东西而已 所以也就是说 我们如果把客观状态都已经符合了 然后而且也明明就可以增加 跟所有这些会员国的贸易的 互惠的状态 然后你讲一个很奇特的原因来阻挡的话 我觉得在现在的国际氛围里面 是不太有这样子的好处 对这些国家 所以我认为是正面的 但是如果说 这个我们还是要回来讲公投这件事 我必须还是要很客观 不要说客观 大家一定会说我不客观 但是我先讲我自己 因为我其实在美国那么久 不管是在那里工作表演 还是说录音 其实在美国 这个来来回回那么久的时间 我觉得所有跟我有一样 在美国待过一段时间的这些朋友 应该都至少要忠于自己的生活经验 你知道我意思吧 你不要 我懂 你不要扭曲或是说 不要扭曲自己的生活判断 你如果说以前你在美国的超级市场 或餐厅 你吃美国的东西 你都对FDA不太相信 你都叫他要把成分列表给你看 然后有含什么东西你就不吃 那你今天也还这样主张 我就觉得这个我就很尊重 但你如果以前是跟我一样 就相信美国的食安标准 你什么东西点了来了就吃 然后可是回来你为了政治 你把以前的生活经验全部抹煞 你认为你以前很台狗的 吃那种就重当了 那我觉得很奇怪 或是说 就我觉得 我觉得为什么你要去抹煞自己的人生 的一段时间呢 很多人都有在美国念书啦 或是工作都有嘛 但是就是不要为了政治 然后把自己一段岁月 把它都打个叉 然后说那个时候的判断有问题 但是你现在身体也没问题啊 所以对不对 所以我要讲的就是 我先讲我自己个人为什么 所以我其实以前 马英九在开放美牛的时候 我就支持 所以现在蓝绿互相在骂说 你以前怎么样 你以前怎么样 你以前不支持美牛 现在怎么支持美猪 你以前不是反对美牛 现在怎么支持美猪 大家都在回力标 互相打对方 就没有我的事 因为以前马英九开放美牛 我就说好耶 因为我就在美国啊 我每天都爱吃汉堡 在吃牛肉 对啊 然后所以现在美猪也要开放 我也说好啊 这有什么问题 对那我只是希望说 这种有延续性的事情 大家不要因为政治 现在突然之间又反悔 然后回来讲 如果我们在一个这么有 算是一个国际的标准 而且大家有个互信的状态之下 台湾都可以反悔 因为我们已经开放一年多了嘛 那也实行的 明明整个社会状况 也没有发生什么问题 也没有食安问题 那个 韩莱克多巴胺的美猪 有没有突然暴涨 大家突然吃 根本吃不到 对啊 找不到啊 要去哪吃啊 其实说真的 我要再说一次 想吃就去日本吃啦 因为日本的那个美猪 还比较多一点 就是我们去餐厅 现在都要标嘛 我到目前没有看到任何一间 一些美猪 对啊 我们特别找还找不到 因为我听说 连空口都买不到 我听说日本 我今天看到一个报道 就日本那种有带皮的猪肉 有蛮多是美猪的 所以我们如果喜欢是去 去吃什么猪排饭啊 还是说日本有带皮的猪肉 我们去日本说 哇这个好棒哦 那就是可能是美猪 机率会比较高这样子 对 所以你去日本那么爱吃 你就不要讲这种奇怪的 或是你去沃启纳瓦吃 它的那个空肉饭 那个猪肉饭 那个就有蛮高的机会 机率很高 所以我只是要讲说 所以回来讲 我觉得CPTPP倒不是说 它特别看你有没有进口美猪 来决定要不要让你入会 而是说 你是不是一个可信任的贸易伙伴 对 如果你任何一个题目 都有可能这个反悔 因为任何奇怪的政治因素 而不是真的科学的因素 那我们在国际上面 其实是有一点点更小 对啊 那我觉得这就是执政党 要想办法说服人民的地方啦 对啊 这就是政治难的地方 对 要耐心 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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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好今天很谢谢Freddy 不会 谢谢 随便接笑得好开心 我们 谢谢 你被大全粉对不对 本来就很喜欢 谢谢 希望下一次就是 有空的话 我们再来 没问题 下次就是我们已经反罢免成功了 对啊 好 拜拜 拜拜